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探索全球汽车界的最新动态 从中美之间因绿色技术而激化的新贸易争端 到英国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技术障碍 再到埃隆、马斯克在巴西的法律纠纷 以及波士顿老鼠攻击、汽车的奇温去世 让我们一起轻松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 这对海外工厂构成了威胁 并提到拜登政府将敦促中国改变其工业政策 这场争端不仅凸显了中美在绿色技术领域竞争加剧的现状 也反映了全球向绿色技术转型的复杂性和挑战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的电动车充电问题 一项研究揭露了英国最常见的电动车充电点类型 Type-R充电器几乎有三分之二位于手机网络覆盖差或不存在的地区 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电动车基础设施的信心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在追求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 技术和基础设施上的障碍也是需要克服的重要方面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埃隆、马斯克和波士顿老鼠的故事 马斯克在巴西面临法律纠纷,被调查是否涉嫌妨碍司法 而波士顿的居民则因为汽车使用了基于大豆的电线系统而遭遇老鼠侵袭 这两则新闻虽然看似不搭嘎 但都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挑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简报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 希望能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到更多有趣的新闻和知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见 随着全球向绿色技术的转型加速 中美两国之间的新贸易争端正在酝酿之中 美联社报道 这场争端的核心是 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这可能会对海外工厂构成威胁 中国不仅大幅增加了廉价电动车 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生产 而且据估计 中国公司每年生产的电动车比国内市场需求多出近一千万辆 这引发了一个担忧 中国可能会通过大量出口来支撑自己挣扎的经济 从而压低国际市场价格对海外工厂构成冲击 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提到了拜登政府的担忧 他回忆了自己访问位于乔治亚州诺克罗斯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 桑伊外的经历 该公司在2017年 因无法与中国的大量廉价出口产品竞争而被迫关闭 耶伦的言论凸显了中美在绿色技术领域竞争加剧的现状 不仅如此 美联社进一步报道 耶伦表示 拜登政府将敦促中国改变其工业政策 因为这一政策对美国的就业构成了威胁 他指出 中国政府在电动车、太阳能设备和电池制造领域的补贴 推动了生产的快速扩张 导致了生产过剩的担忧 耶伦还警告中国公司 不要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 强调 任何帮助俄罗斯销售军事或双用途商品的银行 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而在英国 电讯报的一项研究 揭露了一个与电动车发展相关的技术障碍 研究发现 英国最常见的电动车充电点类型 Type 2充电器几乎有三分之二 位于手机网络覆盖差或不存在的地区 这个问题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电动车基础设施的信心 几乎所有的Type 2充电器都需要通过移动应用来访问 因此 一个充分的移动连接是必须的 这些报道共同揭示了 全球向绿色技术转型的复杂性和挑战 从中美之间因绿色技术发展而加剧的贸易争端 到技术和基础设施上的障碍 它们都凸显了在追求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 需要克服的经济、政治和技术障碍 随着世界各国加速向绿色和清洁能源的转型 如何平衡国内外政策、保护就业 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 将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和智慧来解决的复杂问题 在一个充满新闻和动态的世界中 每天都在发生着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 从科技巨头到汽车制造商 再到悲惨的交通事故 每一则新闻都携带着一段故事 等待着被我们细细解读 首先,The Independent报道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科技界的乔楚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公开呼吁巴西最高法院的法官亚历山大 得莫拉埃斯、Alexander De Marais辞职或被弹劾 马斯克指控莫拉埃斯对传播虚假信息的 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审查 这一指控发表之后不久 莫拉埃斯就开始对这位亿万富翁进行调查 调查的焦点是在前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执政期间 虚假新闻和仇恨信息的传播 以及对博索纳罗政治家涉嫌政变企图的调查 转向商业领域 Yahoo!US报道了一则与汽车行业相关的新闻 现代汽车和汽压汽车 已经与印度的Exide Energy Solutions 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已在印度生产电动车EV电池 这项交易将专注于锂铁零电池的生产 目的是实现生产本地化 现代汽车承诺在未来10年投资约24亿美元 包括到2028年推出6款EV型号和建设充电站 与此同时 齐亚表示将从2025年开始向印度市场推出小型EV 印度的锂矿储量和低劳动力成本吸引了汽车制造商 最后 另一则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新闻让人心痛 在科罗拉多州 一辆卡车冲出道路后 坠入河中 造成一名12岁男孩死亡 当地警员抵达事故现场时 发现这辆车已经沉入清晰 Clear Creek 现场还发现了两名脸部有割伤的女性 以及一名呼救的男子 不幸的是 那名男孩被困在沉默的车辆内 尽管经过紧急救援 他最终仍在医院宣告死亡 事故的具体原因尚未确定 这些故事 无论是来自科技巨头的争议 或是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 亦或是令人心碎的悲剧 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 它们不仅仅是新闻 更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提醒着我们要持续关注周遭的世界 并从中学习 在最近的新闻中 科技巨头埃龙 马斯克 伊朗·马斯克 再次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但这次不是因为他的太空探索计划 或是电动汽车 而是因为他在巴西所面临的一场法律纠纷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巴西一位法官已经下令对马斯克进行调查 原因是他拒绝遵守一项法院命令 该命令要求他从X前推特上删除某些账户 调查将聚焦于马斯克是否涉嫌妨碍司法 参与犯罪组织和煽动罪 值得注意的是 下达这项调查命令的法官 一直在努力对抗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马斯克在X上批评了这位法官 并表示他将公开法官所要求的所有内容 并展示这些要求如何违反了巴西法律 他还表示 X可能会失去所有收入 并不得不在巴西关闭 而在另一方面 生活中的小事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雅虎美国报道 波士顿南端的居民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寻常的侵袭 他们的汽车被老鼠大肆破坏 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 这些损坏主要是因为 汽车使用了基于大豆的电线系统 这对老鼠来说是一种诱人的食物来源 邻居们怀疑 这种电线系统吸引了老鼠 并且一些人认为 这些害虫留下的气味 会鼓励其他老鼠也来啃咬电线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该市议会今天将举行听证会 讨论成立一个害虫控制办公室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0年 波士顿报告了近4000起 与老鼠相关的投诉 而在2022年 这个城市被评为 美国最多老鼠的城市之一 这两则看似毫不相关的新闻 实际上都反映了 现代社会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 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社交媒体的力量 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另一方面 则是城市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如害虫控制 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在巴西对抗虚假信息的斗争 还是在波士顿对付老鼠的战争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虚拟世界 还是现实世界 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寻找解决方案 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